生活王國健康講座 我們決定在2023年3月18日星期六 就在荔枝閣長沙環道8889號華創中心709 黃昏時候6點至8點 我們邀請到Lillian 我 電腦仔 還有一位現場拍攝的歡迎提問 名額20個 是做印度草本 應用和為什麼對人體有用的健康講座 希望大家參加 有問題可以即場問的 拜拜 大飛揚天啊 大飛揚天啊 羅斯 講明是國事訪問 跟一般訪問不同 如果國事訪問 就是全方位那樣 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談 這個消息是由外交部 我們華春瑩正正式式地公佈 連四月都等不到 就是說 二十大兩會之後 馬上就要去 本身大家在這裡預計 預計你會什麼時候來 你會什麼時候來 正值現在俄烏大決戰的前夕 習近平急不及待 就要見普京 當外資撤離 中國的經濟崩潰 房地產又再出現大規模的爛尾樓 大量的人員失業 甚至連監犯都沒有東西做 跟著肉價跌到二百元 你又再見到習近平 又全力這樣向前出發 那沒有世界大不韋 因為現在全世界 就是看著習近平 夠不夠膽 在這個時候 跟普京密針 那當然了 在這裡 有一個小插曲 就在這件事上 他都會用視像電話 跟習近平 和習近平 那當然 這一個是遮搜捕 就是說 其實我們習主直去 無非就是勸和 你們說我不勸我就勸給你看 所以見完普京之後 就會打電話給 習近平 習近平 普京這樣想 你肯不肯 實際上 為什麼金無天下大不韋 都要做這件事 第一 現在國內困擾 有他的考慮 因為你問我 普京很需要的就是習近平 而習近平更加需要普京 在這裡 大家要明白 如果當普京 在這一次的俄烏戰爭被拉下來 下一個對象 必然是習近平 所以這次的國事訪問 必然就想盡辦法 希望能夠避過美國的制裁 然後達成支援俄羅斯的目的 希望普京可以再堅持一回 和盟友 當然他的盟友 還有白俄羅斯 北韓 伊朗 南非 巴基斯坦 在這裡根本上不表態 印度已經 和普京說了拜拜 剩下這幾個國 怎樣 可以頂住 頂住美國的攻勢 習近平很渴望的 就是普京能夠堅持下去 但是真正和西方國家開戰 又不敢 實際上現在兩個抱在一起 看不到對這件事有幫助 就像MQ-9一樣 美國 力指俄羅斯 俄羅斯就說是你的問題 不關你事 不關我們事 我們無意挑釁美國的 我們不會打仗 對於中共也都是 我勸和 我沒有支持 我勸和 其實習近平和普京 他們兩個心裏都知道 如果真正和美國開戰的話 根本上是不可能 也都沒有勝算 在這裏 唯有油泡 琵琶 搬遮麵 希望大家 遮遮掩掩 尋求頂得住 能夠捱得過 怎麼才能捱得過呢 西方國家的民意都正在變化當中 美國共和黨 美國共和黨將會上台 就以財政預算案撥款支援 烏克蘭 都可能有困難 你都見到 德國左搖右擺 法國佬希望 尤其馬克龍 最要緊要談得住 甚至可以犧牲 烏克蘭少少的利益 在這樣的氛圍下 歐美並不是鐵板一塊 如果能拖得過的話 分分鐘 可以導致美國重創都不定 這個當然是他們兩個心目中 最想達致的效果 但是行不行 做不做得到 我看不到有什麼出路 到時候中國共產黨 就是習近平 一定會 踏上這個失速的列車 一定會上去 因為 對於習近平來說 在這裡 他寧願賭普京 他都不會支持美國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貼著普京 還有迴旋的餘地 但是貼著美國 就證明 習近平過去十年不停說的東升西降 從頭到尾都一個騙局 根本不可能 就是這樣的話 習近平的歷史定位沒有了 而 唯一的公權力 公信力 都很有可能 因為這樣瓦解 所以是不可能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私下 訂閱 課金 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同比賽 代表我Dina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但是 習近平太厲害了 總加速師 真是名副其實 當全世界都不 告訴你 你不去 我就 去一次給你看 拜拜